正常人來講的話應該會避嫌 對不對 但他避嫌 他依舊就是跟張穎在杭州約會 所以其實我相信 王曉飛對張穎肯定是順暗 2022至今 演藝圈最爆的人物之一 王曉飛飛飛 又被拍拍拍囉 曉飛哥婚內劈腿 疑雲事件 五月底鬧的 飛飛揚揚沒想到 小飛哥真的是心臟強 六月還跟著飛文對象張穎穎 前往杭州著名的 英元寺廟法喜寺 他怪不怪既然小飛哥有新聞 就必須問問他的好朋友 直升狗仔大大 葛思琦啦 我講實話是不是 全部都講實話嘛 當然 就在6月2號那天我直播當下去杭州 那時候我們就收到說有訊息是 就是張穎穎好像日後要在杭州有排戲劇組的一個工作 因為剛好他要去杭州 所以我們在講說他找張穎穎嘛 他在杭州 他就驚到了 他就驚到了 對啊 而且你今天下午2點到對不對 你跟誰在裡面 你今天是住哪一家飯店幹嘛幹嘛的 對 後來講完之後 我就跟 正常人來講的話應該會避嫌嘛 對不對 但他們避嫌 他依舊就是跟張穎穎在杭州約會 所以其實我相信 王曉飛對張穎肯定是真愛 因為那天我給他一封簡訊 小心枕邊人 後來他就 他就沒有後續了 從以前到現在 我從來沒有說過張穎是我爆料人 我從來沒有說過這句話 真的沒有 他一定在一起 這是真愛 怎麼可能不在一起 大家媒體都還在追的當下 你們竟然還在約會 那表示說這真的是愛到了嗎 愛到我們的祝福人家 對不對 你們的事情你不回應 全部來問我 你們的感情關我屁事 對不對 我的出現是要把真相告訴大家 怎麼感覺好像變成 我是你們的沒人一樣 例如說他現在應該要感謝我 你們看短短我才直播完不到一個月 他們可以很大膽的手信送出去 大家都已經認定這件事情了 不會再罵你了 對不對 你就可以好好做生意了 對不對 其實就是各式安好 對啊 我不想當美人